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千斤求马 古代有一个国君,他愿意出价千斤买一匹千里马,可是一连三年都没有买到一匹。 一个太监对国君说,请让我去试一试吧。 于是,国君派他去寻找千里马,找了三个月,竟然发现了一匹千里马。 可惜的是,马已经死了,他就出了五百斤,买下了这匹马头,将它带回去向国君汇报。 国君一见到马头就恼怒地说,我要你去买千里马,你为何买了个死马头回来? 那人不慌不忙地说,大王所要买的千里马,死马尚且五百斤,何况活马呢? 天下人若知道大王是真心实意,愿意出高价买马,千里马就会自动送上门来的。 果然,不到一年,送上门来的千里马就有好几匹。 要想做好一件事情,必须树立微信,让人了解你的诚意是十分重要的。